针对第一份证据X律师请提问 就是包括拆除了猫城堡在退租这期间 账号依然是涨粉了对吗 涨粉了不是掉粉了对不对 对我的账号是一直都处在一个涨粉的阶段 对就房东的部分 你们合伙投入的装修是你自己拆掉的 你的猫被你带走了 你在这里最有财产价值的是你的抖音号 涨粉了那你的损失在哪里 是因为你让牛辣猫有地方可去了 对 那你觉得养猫跟养牛或者养鱼有什么区别 那很明显它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善业项目对吧 它并不是一个慈善项目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你的初心是以救助牛辣猫开始的 但是现在发现救助牛辣猫可以赚钱不是吗 这种商业动机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因为有了看到了这种前景 就是比如说救助牛辣猫做抖音号 然后才去决定做这个事情 其实做这个抖音号的初衷就是为了想把这个救助的过程展现给更多的人看 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 实际上这个房租原来一年只有16000对不 然后即便是涨了两倍达到三倍的时候 一年只有48000对不对 我是不太理解 就是你为了每年多出来的32000块钱 不惜拆掉你已经投入了30多万 然后你现在要回来主张这个房租的16000的损失 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他只愿意跟我签一年合同 就意味着第二年他还有可能再给我涨 我还得受制于他 我随着往后我继续使用的话 我肯定投入会越来越多 那样的话我始终是被他这个牵着鼻子走 我没有任何反抗的权利 那所以说其实退租的这事其实你也同意对不 退租我是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选择退租 你所谓的无奈是你算了个诈 你觉得还是退租合适